大家好,欢迎来到地球解说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样一类视频 说是什么美国的自由女神像 变得越来越奇怪,越来越诡异了 佩的画面是自由女神像在缓缓平移 其底座的部位伸出了一个巨大的肢体 仿佛禁锢着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一只自由女神像除去底座高约46米 那这肢体的主人的多大呢 配合着这座计划制营造的恐怖氛围 紧接着的就是关于自由女神像起源的恐怖故事 1889年 自由女神像的设计师弗雷德里克 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 透露出了一个让她困惑的事 虽然她是这座雕像的设计师 而雕像也是法国人民赠予美国的礼物 但雕像的最终成品还是由美国政府说了算 在建造雕像的进程中 美国政府不断要求团队 扩大自由女神像底座部分的尺寸 几乎每个月尺寸都会变动一次 直到四年后才敲定方案 这也是为什么 自由女神像的最终成品 底座比雕像本身还要高 但这些改动在设计师弗雷德里克眼里 就显得非常奇怪 因为这些改动不论是在美观上 还是在稳定性上都毫无意义 他们为什么要改造成这样呢 他们到底要建造什么 这些疑问直到1949年 该雕像进行大规模翻新时 泄露出了官方文件才得到了解答 而那位自由女神像所埋藏的恐怖真相 也因这份文件逐渐浮出水面 文件名是一串奇怪的代号 内容含糊不清地写着提供实物的入口 安装发动机以帮助其最终离开 之后还附上了一张自由女神像的官方设计蓝图 原来在自由女神像底座的底部 安装着一台巨性的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连接着一根传动轴 传动轴向上延伸 直到接触自由女神像的脚底 将图像放大可以看到 女神像的脚底排列着一组滑轮 这组滑轮显然是靠传动轴连接着 底部的巨型发动机驱动 正好与视频开头 自由女神像平易的机关相吻合 在巨型发动机的正上方有一个入口 入口处是一个巨高的楼梯 这块区域貌似是个大房间 在房间中央还有一个排水口 不知道是用来干嘛的 最后在底座的最左侧 有一个巨大的废品储藏室 它所占的空间比发动机还大 它应该就是 雕像底座不断扩建的主要原因 时间来到1954年的夏天 有成千上万的移民 向当地政府反映 爱丽丝岛 正散发着一股难以形容的恶臭 有一位女移民的描述尤为夸张 它说在经过爱丽丝岛时 整个地方看着就像是个屠宰场 空气中都是肉腥味 地上到处都是死去的动物遗骸 渐渐地它意识到 那恶臭的源头 很可能就来自于自由女神像的内部 因为在一个炎热的深夜 它打开窗户 向自由女神像望去时 发现当地官员正带着一群移民 进入自由女神像底座的内部 将人群都送进去后 他们会把入口锁上 然后离开 等到第二天 一切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只是空气中的臭味 又更浓郁了些 1985年8月 人们首次目击到自由女神像的变化 雕像开始慢慢移动 内部生出了 奇怪的出手 好像有什么庞然大物 要冲破封印了 这件事闹挺大的 当地政府不得不给民众一个交代 在对雕像内部 进行了严密的调查后 他们将抵作那间巨大的废物储存室 抵作了万人坑 并在最终通告中写下这么一段文字 如果你有家人于1949年至1954年 在爱丽兹岛上失踪的话 那您将有资格获得政府赔偿 那么以上 便是自由女神像诡异事件的全部内容 这是一个标准的都市传说叙事模式 以现实中的地名建筑 历史事件为载体 并加入怪谈内容 整个故事非常好理解 几乎是名是理 美国政府与某种未知的 不可名状的外星生物 或是大怪兽达成协议 为其提供食物与藏身之所 也就是自由女神像 并助其回到属于自己的世界 那么自由女神像内部 真的有这么多机关吗 它真的藏着什么大怪兽吗 这显然是虚构的故事啊 这些所谓的影像图纸访谈 是出自于一部电视剧 纪念碑神话 其设定是在另一个宇宙中 世界各地的各种纪念碑附近 都会发生奇怪的事件 最常见的是在美国 该电视剧还有很多部剧集 都被制成了短视频版本 在网上传播 故事都挺有意思的 下期再给大家讲几个 全世界最恐怖的 十个无人机发现 中国青海地下 排列整齐的神秘管道 美国总统山背后的神秘密室 这些无人机拍摄的神秘画面 你都见过几个 大家好 我是解说员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无人机曾拍摄过的 十个最惊人发现 尤其是最后出场的这个 它的离谱程度 绝对会颠覆你的认知 第十名 甲匹罗家岩墓 甲匹罗家岩墓 是一座希腊化时期的岩石墓 它的历史最早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世纪 甲匹罗家岩墓最引人注目的 便是它那特殊的石门 推开石门你就会发现 在石门的背后 存在着一个面积不大的密室 密室中阴森的气氛 无不透露出恐怖圣人的气息 让人脊背发凉 在岩墓的正前方还存在着一个 三面都被悬崖所包围的平台 这里也被认为是古人祭祀墓主人的地方 几千年来 对于甲匹罗家岩墓的归属问题 外界一直争论不休 甲匹罗家岩墓 留给诗人唯一的线索 就是入口石门镇上方的那串神秘名文 Iseals谁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第九名十五万年前的管道 2002年研究人员在青海省德林哈市 西南50公里远的巴音洛瓦山 一个神秘洞穴中发现了 一系列排列整齐的金属管状结构 这些金属管道 有的横向插进洞外的岩壁上 有的则是直接裸露在洞中 呈上下垂直状态 这些管道看上去就像是因为要 达到某种木等而建造的一样 据研究人员推算 这些管道至少存在了15万年 它们含有60%以上的氧化铁 以及8%的神秘元素 至于说这个神秘元素究竟是什么 外界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只知道青海地区 人类存在的记录也就三万年左右 15万年前 全世界都还处于石器时代 所以很显然 这些金属管道不可能是人类的杰作 至于说这是什么生物锻造的 锻造它们的目的又是什么 目前科学家们还是一头雾水 第八名 伊尼扬家山 伊尼扬家山 是莫桑比克与金巴布围边境山地 蜀中南非高原边缘山地的一部分 平均海拔1500米以上 是金巴布围最高的山峰 伊尼扬家山 在当地被称为吞噬之山 这里曾发生过无数失踪事件 如1981年 两个女孩在此游玩失踪 当地警方甚至派出了直升机 进行地毯式搜索 也没能找到他们 距离最近的一次失踪案 发生在2014年 一名31岁较诈韦德达达的男子 在这里神秘消失 据幸存下来的登山者回忆 他们在登伊尼扬家山的时候 都或多或少地出现过恶心 头疼等不良反应 甚至有的人在失踪之前 还听到过奇怪的声音 尽管这里充满了危险 但是它若隐若现的神秘感 也依然吸引了不少探险者前往 第七名世界最孤独的教堂 位于格鲁吉亚西部 伊梅利基亚州 深山里克斯利村 有一座建在石柱顶的教堂 这里也被当地人称为 最接近上帝的地方 当你靠近这里时 一种强烈的压迫感会压得你喘不过气 这个教堂的底座 由一座天然的石灰岩巨石组成 光是高度就达到了惊人的四十多米 远远看去 就像一把圣剑从天而降 直直地插在大地上 而教堂则建立在巨石的最顶端 据说 教堂里面供奉的是格鲁吉亚僧侣 忏悔者马克西姆斯神父 他在1995年来到这里 为了与世隔绝 他才选择将教堂建立在了岩石之上 至于说这个教堂是如何修建的 那就不得而知了 到了现如今 这根柱子 依旧是地球上最神圣的地标之一 只有宗教团体高层的人 才能通过柱子侧面的钢梯进入教堂 如果普通人想参观它 就只能靠无人机一睹全貌了 第六名 阿彭尼诺巨像 位于意大利 佛罗伦萨北部的阿彭尼诺巨像 高约十一米 它始建于1579年 是意大利雕塑家詹伯洛尼亚的作品 从外观看 阿彭尼诺巨像蹲在池塘边上 他微闭双眼 留着浓密的胡须 一只手触摸着大地 他首称地处是一个出水口 出水口流出的水 进入下面的泳池 远远看去 雕像确实像是从地球上冒出来的一样 在阿彭尼诺巨像的内部 存在着数十座房间和洞穴 在这些房间的墙壁上 布满了闪闪发亮的贝壳和水晶 除此之外 在雕像的头部 还存在着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空间 这里专供小型乐队演奏音乐 里面还有一个壁炉 点燃时 鼻子会冒烟 如果不是无人机发现了它 估计它现在还被埋藏在丛林里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 我们碰到了太多的灾难 随便拎出一个 似乎都能将地球毁灭 接下来 解说员就带着大家 一起来盘点 那些足以毁灭人类的十大自然灾难 看完今天的视频 解说员敢说 大家一定会觉得 我们能够活到今天 真的是一个奇迹 在2011年的4月初 一个巨大的天气系统 在美国东南部形成 一开始的时候 气象学家觉得 是正常的气候变化 因为当时 美国已经成为了龙卷风的走廊 气旋再次积聚能量 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然而没有人知道 当时已经爆发龙卷风 还只是表面现象 它如今还在为后来的发展积蓄能量 到了4月的尾巴的时候 这场看似平平无奇的风暴 形成了300多次的龙卷风 正式向美国宣战 这场风暴 可以说是美国最大的一次自然灾害 其所到之处无一幸免 有数百人失去了生命 2011年的4月份 也被誉为是美国的黑色四月 更要命的是 在4月份的台风过去后 全国人民刚刚重拾信心 准备进行灾后重建的时候 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5月份月底的时候 龙卷风又来了 而且这还是一个超级龙卷风 据当时幸存的人描述当时的场景 在他感知到龙卷风来了的时候 耳边传来了好像12节火车轰鸣的声音 一开始 科学家以为这只是幸存者的幻觉 没想到的是 在后来的检测中 科学家们惊奇地发现 这场超级龙卷风的风速 居然超过了每小时320公里 做个在详细的比喻 这场龙卷风的威力 相当于是十吨炸弹瞬间爆炸的程度 而在这场灾难结束后 美国做了一个统计 前后花费的修缮救灾的金额 达到了10个亿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第二个灾难 发生在日本 而这种灾难 对于日本人来说 是非常熟悉了 没错 它就是地震 日本人对地震有多熟悉呢 它就好比中国的语迹 在日本 很多时候电视台提示市民地震来了 日本市民也只是投胎一台 地震系数不高 还能继续工作 然而有一场地震 却着实让日本人感到自己失算了 同样是在2011年的3月份 本来电视台预测 只有7级地震 没想到却爆发了9级地震 而且还是海底逆冲型地震 因为这次地震 日本被平移了2.5米 整个地轴也跟着移动了2米 您说可怕不可怕 有了地震 接下来顺理成章的就可能爆发海啸 地震老资格的日本人 为了防止海啸 也是做了万全的准备 据说 他们的护栏能够阻挡12米高的海啸 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 等待他们的也可能是40米高的海啸 这也是位列第三名的大灾难 从纪录片看 海啸爆发的那一秒 好像是日本末日来临了 一辆大卡车直接被掀翻 人类面对这样的灾难 任何防御措施那都相当于是徒劳 说完了日本和美国 接下来要入选的就是印度了 第四名也就是印度的黑死病 它还有一个更加通俗易懂的名字 就是印度鼠疫 为何和老鼠有关的病毒呢 却以印度为名字命名呢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还得将时间倒退回20世纪90年代 在印度的一家医院 突然来了几个特殊的病人 他们的症状非常的相似 一开始先是发热咳嗽 然后就开始痛苦地说不出话 到最后全部都离开了人世 医生将他们的尸体进行解剖 发现这些病人的肺部 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损害 最后医生给出了一个 令人震惊的结论 他们得了已经销声匿迹很久的黑死病 政府第一时间 将这些死者的尸体进行火化 但是已经为时过晚 人们纷纷四处逃亡 一时之间 城市上下变成了老鼠的天下 而随着人口的迁徙 病毒也被带到了其他的城市 当时印度差点就因为黑死病而亡国 让我们再把视线转换回西班牙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 让不少人记忆犹新 和黑死病一样 同样是流感并不 但是西班牙流感的源头 并不是西班牙 然而有意思的是 西班牙的感染程度 却是世界上最多的 将近一半以上的西班牙人 都感染了病毒 连西班牙的国王都惨被感染 而西班牙流感 也是加速驿站提早结束的原因之一 因为太多人感染了这种病毒 导致最后都没有健康的年轻人 能够站上战场了 不过奇怪的是 这场流感在18个月后 离奇地消失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至今在科学上是一个谜题 除了以上五种可怕的终极灾难 还有哪些可怕的灾难 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其中竟然有两种灾难 导致全地球的人类都快要灭亡 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 总归是渺小的 而接下来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五种自然灾害 那更是历史上的悲歌 第六个悲剧是 印度喀拉喀托火山爆发 火山爆发在今年已经刷爆网络 然而在19世纪的时候 火山爆发 已经成了地球上最为惨烈的一种悲剧 印尼喀拉喀托火山 有多可怕呢 它的等级高为6级 爆发产生的能量 为规模最大的氢弹实验的26倍 是二战期间 美国投向广岛的原子弹的13000倍 据说 当初在印尼喀拉喀托火山爆发的时候 澳大利亚人都听到了火山爆发的声音 除了印尼喀拉喀托火山以外 冰岛也曾经遭受过火山的袭击 危机就在一瞬间爆发 13立方千米的岩浆喷涌而出 而且 这场火山喷发 还不是一两天就结束了 各位猜猜 总共持续了多久 足足8个月 因为火山喷发 引发气候急剧变化 冰岛附近的城市 全部进入了低温的环境 超过200万人 丧命于火山喷发中 说完了国外的 我们再来说说中国的 要说最让人刻骨铭心的灾难 唐山大地震一定榜上有名 冯小刚导演就曾经拍过一部同龄电影 让无数没有经历过那场地震的人 都深受感动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 最大震幅达到了7.8级 多次渔震的基础也非常高 全部都在6级以上 更重要的是 当时我们中国还是百费戴心 救援经验还不够丰富 这场大地震带给我们的后遗症伤害 那真的是远大于之前的灾难 除去以上的8种灾难外 还有两种灾难 害得我们人类差点灭绝 自然通讯 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 主题关于非洲 论文一经发表 发现了所有人对非洲的认识 论文的重点是 在印度中邦的中森河谷发现的时期 该一直至少有8万年的历史 而在此之前 多八超级火山曾经喷发过 火山喷发还不是最致命的 在之后 大量火山灰进入大气中 全球气候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有无数的生物 因为无法适应环境变化而灭绝 就算是地球的主宰人类 都减少到只有3000人 再往严重点说 这个时候 随便再来一场灾难 人类都有可能直接走向灭绝 如果说这些都还能理解和想象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揭晓的终极灾难 就真的是刷新每个人的三观 如果要细数人类史上最糟糕的一年 那么公元536那年绝对榜上有名 而它上榜的原因很简单 在这一年里 地球被神秘雾霾笼罩 长达18个月之久 具体原因不明 到底有什么深层次的意义 也不知道 有朋友可能会觉得 这么早的事情拿出来说 你有什么证据呢 您还别说 我们真的有 而且就是在中国史记当中 在公元535年末的时候 中国的北部地区 突然发生了百年未见的干旱 而且日益严重 武师绞尽脑汁囚鱼 也未见成效 祸不担心 在南朝的首都南京 突然出现了大量的沙尘 过了几个月 也就是到了公元536年 环境并没有变好 反而天上的太阳 开始变得昏暗 到了炎炎夏日 天上居然飘起了鹅毛大雪 甚至还带有 噼里啪啦的冰雹声 百姓不敢外出 只敢待在屋子里 生怕是老天爷迁怒于自己 好在后来阴霾退去了 不过接下来 中国迎来了长大十年的极寒天气 植物长不出来 无数百姓活活地饿死 冻死 不仅仅是中国遭风大难 全球温度也不断降低 最后稳定在1.5摄氏度 至36.5摄氏度之间 温度的下降 导致了2300年来 最寒冷的十年 之后才慢慢的好转 不过据史料记载 当时全球人口达到了最低谷 这次灾难 可谓是历史之最 在很多人眼中 西藏500公里外 那就是孤寂的代名词 放眼望去 一片黄沙漫漫 人际罕至 没有加油站 野兽遍地横行 颇有原始世界的味道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西藏500公里 无人区 到底有多可怕 如果在无人区 落单真的就只能原地等死吗 西藏的无人区 其实并不仅仅只有500公里 只不过 因为面积太大了 从来都没有人 能够将一个无人区走一个遍 还活着走出来 于是为了方便计算 科学家们就将西藏无人区 统一称为是500公里 这里其实是非常矛盾的存在 一方面 它被蒙古人亲切地称为 是美丽的姑娘 另一方面 它也被探险者 视为是死亡之地 西藏无人区 也叫做羌唐无人区 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 无人路段之一 被当地人称为 除了南极和北极以外的第三极 刚开始进入西藏无人区的时候 您可能第一会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 然而各位不知道的是 危险才刚刚开始 我们来举一个真实的案例 在2002年的时候 一批专业的探险队员 来到了西藏无人区 他们是全国最为顶尖的 专业队伍之一 要在这里挑战 为期一周的野外生存 再来到无人区的时候 饶氏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再看到眼前的景象 不少队员已经打起了退堂鼓 最终在经过充分的考量后 只有三名队员选择进入无人区 其中一名还是多次徒步穿越险境 死里逃生的老队员 对于这种无人区探险 有着丰富的经验 剩下的队员则原路返回 在进入无人区之前 这三名队员准备了充足的粮食和水 一台通讯范围超过15公里的无线电台 手中还持有两部GPS和一部卫星电话 因为路途实在太远了 所以他们还专门准备了一辆越野车 保证万一遇到危险可以 及时逃生 按理说这样的一个准备充分 且有专业经验的探险团队 进入无人区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 但是危险总归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降临 在进入无人区后仅仅三天 这三位探险专家连同越野车都失踪了 电台也失去了阴性 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去往哪里 之后当地的救援队第一时间出动 还动用了卫星摇杆技术 然而都没有消息 在救援黄金期过后 救援队伍只能放弃搜索 队外宣布三人极有可能已经死亡 在一年之后 一位牧民在无人区发现了一具尸骨 经过探险队员的家人 对这具遗骨身边的物品的辨认 最终确定就是那位经验最老道的队员 而至今为止另外两位队员和那辆越野车至今没有下落 估计已经消失在了漫天黄沙里 那么西藏无人区到底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为何自古人类只要进入几乎就无人生还呢 三位中国顶尖的探险队员进入西藏无人区 其中一人的尸骨在一年之后被当地的牧民发现 另外两人则至今没有音讯 那么西藏无人区到底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呢 为何所有人都闻之色变呢 第一是可怕的野兽 毫不夸张地说 在西藏无人区汇聚了中国最可怕的野生动物 平时我们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野兽 烈士场景 在荒郊野外真的是什么都能看得见 而为了生存 野兽们的攻击性都非常强 此前一只落单的羚羊碰到了一群猎狗 猎狗将羚羊团团围住 仅仅只用了五分钟 猎狗吃饱后摇了摇尾巴离开了 这只可怜的羚羊只剩下了一具骨架 留在了原地 再比入一只硕大的棕雄 一掌将一只梅花鹿拍死 啃完了肉后就离开了 没过三秒钟 一群的秃鹿就从天空中降落 将梅花鹿身上剩余的残肉 全部都吃光了 这样的场景在无人区随处可见 遇到野生动物 这并不罕见 被咬死后还能留下残肉 这才是千年一遇的事情 你以为避开了这些猛兽 就能够平安离开吗 如果各位是这样想的 那真的是小瞧了西藏无人区了 无人区真正可怕之处还在后头 第一点就是海拔高 环境极度恶劣 请注意我们用的是极度两个字 碰到暴雨冰雹雷电这些是加餐 只能自认倒霉 那如果运气好 就能够保住一条小命吗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当地海拔基本都超过了5000米 所以高原反应缺氧 这都是在进入无人区之前 要考量清楚的问题 另外当地的气候温差非常的大 晚上的温度可以把人冻成冰棍 而且当地风非常大 所以气候也很干燥 有当地人细血地表示 进去的时候是18岁的小姑娘 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了80岁的老太太 在这种环境下 白天穿着羽绒服还可以保暖 但是到了晚上 就算是住在帐篷里面 都能感受到外面狂风呼啸 野兽狂鸣 此外万一遇到了意外 那真的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想要找人救助 那都不可能 只能在原地听天游命 最后一点 就是周围的地理环境 要知道 西藏无人区是一个 集起了中国各类环境特征于一体 有高山 湖泊 草原等等 这些都是用眼睛能看见的 并不算危险 真正危险地 看不到的隐秘地带 比如说 深得看不到底的沼泽地 如果一旦陷入其中 那就真的是越正扎死得越快 有探险家就说过 在无人区的地方洗车 都有一种飘飘欲仙 随时要登极乐世界的感觉 所以 当你踏入了西藏无人区 有无数可能性 可能会丢了性命 极大的昼夜温差 野兽撕咬 缺水的环境等等 你可能都不知道 到底是因为哪种原因丢了性命 既然西藏无人区如此可怕 那么为什么大家只知道罗布泊 却很少人害怕西藏无人区呢 罗布泊和西藏无人区相比 哪个更加可怕呢 中国总共有四大无人区 分别是罗布泊 阿尔金 西藏腔唐和可可西里 分别分布在西藏和新疆 那么 罗布泊和西藏无人区相比 哪个更加可怕呢 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到底什么是无人区 无人区总共分两种 一种是因为政治原因有所争议而无人居住 另一种是因为地理环境太过恶劣 而没有人敢居住 而中国的四大无人区全部属于后者 有意思的是 前两个地方位于新疆 后两个地方则位于西藏 那么 最为著名的新疆罗布泊和西藏无人区 到底哪个更可怕呢 各位已经大致清楚了后者的可怕之处 那么罗布泊又凭什么位于中国无人区之榜首呢 在罗布泊又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呢 罗布泊地处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最低处 全面积达到了3000平方公里 气候异常干燥 这点就和西藏无人区很像 值得一提的是 罗布泊在千年以前并不是无人区 而是水草丰美的人间仙境 从地图上看 有数条河流汇聚于罗布泊 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塔里木河 孔雀河等等 如果不是因为河流干涸 那很有可能是 我们中国第二大的咸水湖 那么 为何罗布泊会变成今天的死亡之地呢 这和水有很大的关系 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 有专家对罗布泊的水量进行了测量 水域面积还超过了2000平方千米 而在公元330年的时候 湖水面积还有一万平方公里 再到70年代的时候 罗布泊就只剩下了一个湖泊的空壳 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岩壳地 其实说实话 还没有人专门对比过罗布泊和西藏无人区相比 但是说实话 前者要更加可怕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刚刚说过 西藏无人区虽然人籍罕至 起码还有野生动物生存于此 但是在罗布泊别说是大型野生动物 就算是一只蚂蚁和一片绿叶也看不到 正是出于这个考量 在上个世纪60年代 中国著名的原子弹和氢弹 都是从这里走向成功的 在上个世纪80年代 也有考古学家彭家木不信 带领自己的团队想要横穿罗布泊 然而结果却是 团队异性人全部都留在了罗布泊 另外在罗布泊上 流传着很多可怕的魔鬼故事 到底是真实家 没有人知道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双鱼玉胚事件 大致说的就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罗 布泊还没有变成岩壳的时候 有一伙人来到罗布泊 意外发现了一个古城遗址 里面有着无数的珍宝 所有人都很兴奋 然而兴奋镜头还没过 这伙人就死得死 伤得伤解剖后发现 这伙人是因为中毒而死的 在他们身上都找到了 某种特殊植物的叶片 之后我们刚刚说到的 彭家木的团队 他们真的发现了古城遗址 而且还发现了不少神秘的遗器 以及一块神秘的双鱼玉胚 在拿双鱼玉胚启动遗器的时候 专家意外地发现 遗器内的一条鱼 竟然神奇地复制出了 另外一条一模一样的鱼 这完全无法用科学解释 可惜的是 彭家木之后 没能再走出罗布泊 就原对只发现了 他珍贵的笔迹 而那些神秘的遗器和玉佩 都已经随着黄沙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帮解说圆点个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